哎呦,累死我吧,累一天天的 做饭去给孩子 妈,你回来了 是啊,小草,怎么了 你跟我吃什么饭啊 妈,回来了 我弟也回来了 正好啊,妈在做饭 还没做好饭啊,我都饿了 一会儿就做好,这白水煮面条啊,快得很 又是白水煮面条啊,能不能整个其他的呀,我都吃腻了 这不是咱家没钱吗 你看,妈这上一个月班,也没有几百块钱 妈知道,苦了你们两个了 要不这样,小草啊,你到菜园子里面 看看有没有什么青菜的,去摘点 等一下,煮面条里面 什么,还下青菜啊 妈,上次开婚的时候,可吃了虫啊 弟弟,你还别说了 妈,你进入座,我去摘点菜回来啊 哎呦 行了,要不,妈这刚发的工资,给你们拿一点 你姐,你两个到外面去吃 那行,拿过来吧,给我 哎,行啊 发多少钱啊 妈,总共才发五百块钱 这钱,你拿着 别乱花 这有点少了吧,要不你再拿点吧 孩子,这一百块钱还少啊 这一百块钱能干啥呀,现在一百块钱,吃顿饭都不够 省着点,省着点花 行,我知道了,要不我叫我姐一块出去吃饭,你自己在家吃吧 行啊,我自己在家吃,叫你姐一块 我自己吃,吃不完,晚上吃 小陈,干嘛去啊,不是吃饭的吗 哎呀,行了,这丢了吧,吃什么饭呀 走,咱们出去吃去,看,咱妈给我钱 咱妈,给你这么多钱啊 一百块钱还算多呀 小陈,你说咱妈给你一百块钱,咱妈一个月的工资才有多少啊 咱俩也不小了,不能一直让妈养着咱俩 小陈,要不咱俩一起出去打工吧 也给咱妈分钱的负担不是吗 出去打工 哎,这刚好也能当路费,咱俩就去挣钱吧 不能一直啃老是不是 姐,这能行吗,咱妈肯定不让咱去啊 咱妈说的也是,咱俩想个办法 哪一天咱妈去干活了,咱俩就偷偷地走,行不行 嗯,那行吧 这个钱,咱就说,咱吃过饭了,咱就回来跟她妈说吃过了,好吧 行行行 小草,你和弟弟,你们两个等会别忘了起来 知道了,妈 那饭在锅里面,别忘记吃,妈先去做事了 好,好,慢慢去吧 姐,咱妈走了没有啊 走了,走了,快走 走再走 赶紧走,赶紧走 姐,等会儿,等会儿 咋了 你说咱们这么走了,咱妈以为咱丢了怎么办呀 有什么办法呢 我信都写好了 你小心啊 对啊,放哪儿放哪儿 那妈放哪儿 就放这儿 放哪儿就是 这几点了 这孩子 该饿了 我还是赶紧回去 做饭给他们吃 趁着下班时间,捡点垃圾 正好还能卖点钱 给孩子买点东西吃 补贴补贴家用 小草 小陈 小草 这俩孩子 叫着怎么没人用 小草 小陈 小草 这房间里面没人 这能去哪儿 难道出去玩去了 算了 我先做饭 这 过了几个小时了 这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能去哪儿 这两个孩子能去哪儿 这什么 信 出去打工了 这孩子 怎么能出去打工呀 妈 我们 出去打工了 我和弟弟 以后也不小了 不能一直在家 让你照顾 妈 你平时在家里面 也够辛苦的 天天要出去上班 还要捡垃圾 再说你身体也不好 妈 我们长大了 你就放心 我们在外面好好干 等我们挣到钱了 就回来接你 妈 你在家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不用担心我和弟弟 我会把弟弟照顾好的 妈 我们走了 你别担心我们 孩子 现在也大了 懂事了 知道替我分担了 行 你们出去打工 妈在家等着你们 我好好做事 替我孩子多存点钱 替我孩子多存点钱 ago 孩子 这都两年多了 你们姐妹两个 怎么还不回来看看妈 妈想你们了 妈天天站在这门口看 就是看不到你们 你们啥时候能回来呀 妈这病 一天比一天厉害 妈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你们回来 我的孩子 你们咋就不回来看看妈 这是你们两个小时候 最喜欢玩的玩具 也是唯一的一件 当时 妈不愿意给你们买 没哭着闹着 妈没办法 还是给邻居借的钱才买上的 现在你们大了 怎么就不回来 你怎么了 你又一定听话 等着你的儿女回来 我留着这口气 就是等我的孩子 我这里有封信 麻烦你到时候 转交给他们 转交给他们 我怕火 等不到他们回来 你一定 一定要交给他们 你放心 我一定会的 苏芬 苏芬 你别吓我呀 你的孩子一定会回来的 爹 我们终于回来了 对啊 这几年我们也挣到钱了 爸妈 结果也过好日子 你们两个终于回来了 你还知道回来 看你吧 你妈已经不在了 我头气了 爹 你说啥呢 什么头气啊 爹爹你快看 爹爹 小草 小陈 妈 怕等不到你们回来了 妈日望夜望 每天都站在门口等你们 听到别人的孩子喊妈 妈就以为是你们回来 可是妈 到头来还是没等到你们 妈想你们 你们怎么就不回来 看看妈 妈 妈 没有什么东西 能给你们留下 只有给你们留下一个念想 以后妈不在了 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 妈 我没回来晚了 妈 妈 妈 我没回来晚了 妈 我们不想 你怎么不等我们 妈 你看我们两个 赞了钱 不要打断建议区 那里住的 没想到 你这 妈 我没回来晚了 我们现在有钱了 没以为啊 有的钱就能过上好日子 没想到 妈 我们连最后一面 也没欠上你 妈 妈 妈 知道错了 我们应该在家陪你的 我还没回来